四川盆地附近的高山郡 我们过去说蜀道南 其实这都是很重要的板块之间 夹几所形成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里当然是地震平仁的地区 我们知道汶川大地震 知道玉树大地震 最近又发生了非常大的地震 而且是前层地震 这次是发生在成都的郊外 当然对中国来说 这又是一个四川附近 一个非常重大的地震 而且当地正在封城的状况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封城疫情之外 其实中国对于西南的发展 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区域 它在这个西南发展上用的是水力发电 那今年有旱情 暂且不论 可这些水力发电呢 也都是盖在地震的平凡区 这是很多环保专家早就提出来的一个警告 这次的地震再发生 对中国来说 它已经是所有整个国家到处通通都是问题 有疫情 有封锁 有经济下滑 有美中科技战 有各种不同的问题以后 再出现一个地震的问题 而且地震问题威胁到它长期在西南地区所部署的水力发电 让我们看以下关于四川附近地震的报道 9月5日12点52分 一阵地动天摇 地牛再次在天府之国的土地上 留下深刻的裂痕 规模6.8级的地震就发生在四川省甘孜州鲁定县 震源深度仅16公里 远在200公里外的成都 重庆 陕西 贵州等地的部分城市 也都能感受到地牛翻身的威力 地震来临瞬间 正在成都强制居家隔离的民众 想逃到户外避难 却遭到防疫人员无情封锁 阻止他们外出一度惹议 破裂七字点 就是这个圆点的地方 向东南方向破 那么破裂尺度大概初步估计是20到30公里 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卢定县 是四川知名风景区贡嘎山 与燕子沟 海洛沟所在地 主要道路两旁原本矗立着不少的饭店民宿 如今都遭到强政破坏 由于镇阳所在的摩西镇五个村组都位于高山峡谷地带 村落依山而建 地震造成了严重的山体滑坡 彻底阻断通村道路 更增添了救援难度 将被困人员转移下来 然后再利用船只 转移至德托症的临时码头 救援难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 这一次呢 确实是存在了一定的难度 特别是跟最近几年的地震来相比 是近几年呢 没有出现的典型的断路 断网断电的 另外呢 加上山高古深地质灾害呢 尤其突出 那么我们的救援力量呢 进入灾区呢 很不容易 刚开始的时候呢 需要徒步 现在呢 仍有个别的村子呢 这个通信不畅 我们呢 通过这个直升机救援 共动用了9架直升机 无人机临时组建通信网 水路突进 道路抢修等方法 克服了各种困难 此外呢 这次确实是地震灾害呢 非常重 这个死亡的人员呢 比地震灾害呢 占比很大 这是很罕见的情况 截至9号 地震已造成88人罹难 33人失联 地震发生后 余震不断 三天内 记录到规模 三级以上的余震 就多达13次 这里原本是一条 景区的道路 是可以双向通行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 受地震的影响的话 整个路是完全看不见了 基本上每隔50米 我们就要翻译做像这样的 一个小山坡 全是因为受地震影响 从山上滚落下来的一些巨石 四川才刚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汉 如今又发生强震 似乎印证了大汉之后 必有大震的汉震理论 地震专家综合分析认为 此次地震震中位于 鲜水河断裂带 南东断摩西断裂附近 为主震鱼震形地震 历史上鲜水河断裂带 曾多次发生 七级以上地震 此次卢定六点八级地震 并非汶川地震的一震 另外此次地震 也和干旱无关 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 王敦表示 四川省内最主要的断层带 有三条 分别为松攀龙门山断层带 鲜水河断层带 以及安宁河泽牧河断层带 此次卢定地震正中 位于三大断层带的交汇点附近 尽管所处断层带不同 但他表示 此次卢定地震 与2008年的汶川地震一样 都发生在更大的南北地震带上 这条地震带 由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导致 时常发生五六级的终极地震 甚至是七八级的大地震 2014年的云南鲁垫地震 云南普尔市井谷地震 和2017年四川九寨沟地震等 六级以上地震都发生在这里 由于再过一个月 北京的二十大即将登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指示相关单位全力救灾 然而对灾区居民来说 失去了家园和亲人 无论是这个中秋节还是二十大 似乎都与他们无关 偏偏气象预报显示 灾区到九号都将持续降雨 进一步提高了土石流等 次生灾害风险 也让救援难上加难 死伤人数恐将持续攀升